嗨大家好我是本周的吴伟的手 上個禮拜的那個提心相解 那個大家反應還不錯 所以希望可以就變成一個固定的單元 然後希望我每個禮拜都有時間可以來拍這個影片 來本周一樣是請到中造者 來為我們做本周的提心相解 提出他個人的看法與見解 好方塊已經照著題目打亂好了 來觀察一下看一下哈 好這次都沒有送 可是其實來馬上看到一個白綠白橘嘛 這邊馬上就可以下來了 所以算OK來 好看到一組很棒的東西 來白綠橘綠橘好了 這個是好了的 所以等一下放進去的時候 不要把這兩個拆散就可以了 這樣就完成第一組X-X 好我們看到中到者一樣是選擇 藍喔X-X2嘛藍淺 藍淺 藍淺操著自己來 第一個動作 好他先選擇把白舉下去 下去之後呢 下去之後呢 好然後讓他回到這個位置 回到他的位置上面 所以是一個D.好 然後呢這個時候把這一組放下去 來L U'L'下去了 好來到這邊看一下 這邊看一下你看 這邊已經好了嘛 好了嘛 然後一組白邊嘛 白橘邊嘛 然後這一組F推流已經好了 所以等一下我們在做的時候 就不要把這個拆過 不要底層不要轉拆拆散就好了 好來接著我們做白紅 白紅很好做 可是在做下來之前 其實我們已經知道白藍在這個地方 所以就做一個U 做一個U然後呢 來R'白紅下去 然後直接接F 這樣子手也蠻順的 好到這邊為止 三組 三組F推流已經好了 而且動作很少 好最後一組我們看到白綠在這個地方 這個他放進去的方法 我就覺得還蠻有意思的齁 我自己是不會想到啦 所以也是看這個詳解才學到這個東西 他做什麼動作 他把白綠 把它轉到這邊 所以看到一個U' 好然後他做兩層的R' 來他這樣做的時候其實 這兩個一起戴上去他其實不會亂 有沒有 這兩個戴上去他其實是不會亂的 好來這樣子 好然後呢一個U 再一個R兩層下去 來看到沒有很漂亮 所以說這樣子的做法之後呢 四組編好了 然後一組白綠橘也 他原本就是好的 我們只是把它一起放到這個位置上面 好完成了X-Close 也就是第一組F推流 好來我們來做第二組F推流 他選擇的是紅欄 紅欄在這裡嘛 方塊都不要翻動齁 所以其實 自己要抓抓抓住啊 抓住這個 這個這個關這個角度 來 他說紅欄怎麼做來 U2 好然後 好來 這樣子把它拆開嘛 其實其實 看步驟看起來就很亂 可是他其實就是 其實也就只是把它 變成基本的位置相對位置而已 好就這樣子下來了 好第一組F推流 第二組啦 好來第三組F推流 他選擇做的是什麼 看一下 觀察一下哪個好做 好沒有 他選擇的是藍舉 藍舉有沒有 好在這個地方 雖然說他位置不是很好 好來 藍舉 然後他做了一個U-prong 好 好這邊也是邊看邊學齁 來L-prong 他把它這樣拆開 這樣拆開 好然後 這樣子 U-L 好 然後做一個比較特別的動作 他做兩層的D-prong 兩層的D-prong 好來 然後看一下喔 我來看一下 好 好 知道意思了 好所以他這個地方就是做 U-prong 好然後就讓他這樣子下去 看得出來啦 好 下去了 好 好 然後 如果看不是 因為我覺得我講的也沒有很好啦 不好意思 我覺得可以 可以自己 照著做做看 多做節制你就知道那個意思 好來做最後一組 綠紅 綠紅在這裡 然後白綠紅在這裡 喔又是連在一起 方向不對 好 那如果你知道怎麼做 你就可以直接做啦 那這邊我們看 中套者的做法 他選擇是做 做一個U 然後來 好 看一下喔 U 把它切開好 Aprong回來 好來 相對位置已經出現了 好 然後他怎麼選擇做 像我可能會直接翻方塊 那他可能 他就沒有翻 他做的是一個 D 看到沒有 D 然後 我看一下喔 欸不對 欸對啊 喔 我錯邊 錯邊方向 來 這樣子 OK 因為看著這個跟看方塊 真的是還不太一樣 好 好了 他選擇這樣子做OK 下去了 好 好 接著做這個 Oil Aprong來 好 接著呢 他遇到了很棒的一個case 就是 T字嘛 欸是T字嗎 喔對對對 T字 T字你怎麼做 就很簡單嘛 好 搞定 來 好 以上就是本周 這個中造者 他的 解法 建議玩家可以多做幾次啊 像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F2 我覺得還蠻妙的 還有他X-Course 最後一部我覺得也蠻棒的 好 以上就是這邊的分析了 謝謝大家收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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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來說明一下我剛剛是怎麼解的 先再打亂一次 第一個我看到的是橘白跟綠白 這兩個邊,以及紅白也在這邊 那藍白,我先記得它藍白在後面就好 所以我開始做的時候,我沒有想太多就是 這樣子放 先把這兩個處理好之後 紅白的那個邊在這個地方 藍白的邊在這裡 我要如何讓這個紅白邊比較好處理 因為它等一下是要放到橘色的對面這邊 也就是它從這裡到這裡 所以我要藉由藍白邊放到後面的方式 讓它帶到左邊來 然後再拉到它應該去的位置上 最後再做一個D'來完成Cross Cross這樣完成 然後呢 這邊看到一個白色橘色 當我的視線是看在這三面的時候 我看到這裡是白色橘色 那麼我便知道說白橘 照配色來講,後面這個顏色會是綠色 這個是在熟悉配色之後就有辦法得知的事情 那麼我把白橘、綠跟橘、綠這兩者就可以先組成一個Pair 然後 放到這裡來 放到左手邊的這個工廠 那麼做了之後 這裡發現後面有一個白、紅 那白、紅的話 後面那個我藉由配色的順序 我就會知道說白、紅後面就會是藍 那白、紅、藍跟紅、藍 這兩個剛好是一個基本型 基本型我先把整顆方塊轉一個Y 轉一個Y之後再轉U 它們便可以成為 可以直接做一個RUR' 收進來的一個基本型 收進來的同時 很幸運的 這個綠色、紅色這一組Pair已經完成了 它只是剛剛在完成藍紅這一組Pair的時候 一起被帶出來 那 只要做一個小寫的D' 我會這樣子撥 我用右手的無名字直接撥 小D' 然後收進去 綠紅的這個草 然後剩下誰呢 剩下後面這一組 這邊觀察一下看 這邊是白、藍、橘 那藍、橘的這邊 所以我要把這兩個 放到我的左後方 那為了比較方便 方便處理這一組Pair 我就會再做一個小寫D回去 就是D兩層小寫D回去 那麼做L' U' L 那就收成一個比較簡單好處理的狀況 慢慢把它完成 完成之後 OL看到的是T字 這個是非常簡單的一個OL 直接做 R U R' U' R' F' R' F' 做完的時候 看到 橘色完成 很有可能是P skip 確認一下 欸 藍色是正確的 那 就可以確定說 呃 我的PL是直接跳過的 所以做了一個U 並且完成這一次的復原